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虽然说婚丧嫁娶都属于老百姓十分熟悉的传统礼意 但眼前的这次彩排显然有些与众不同 过两天我在访上结婚 今天先走一遍场 然后咱们感受一下 因为皇家婚礼 中式的现在比较新颖 西式办的比较多 在司仪的引导下 打扮成皇后的新娘 将象征着皇家的金如意 笼字卷轴 和代表平安的苹果 带上凤年 据说这种形式 是完全按照清代帝王大婚的礼仪而来的 我们照着故宫原始的记载 还原了他的这种礼乐 服饰 礼器 还有这方方面面 比如说卖火盆 跨马鞍 这都是在故宫记载 有非常有明确的记载 我觉得与还原这些礼仪相比 难度更大的是菜品 就是皇帝到底吃的是什么 这个难度更大 郭宇云 民以食为天 在中国五千年代悠久文化中 饮食文化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并逐渐形成了各大地方菜系 而这其中最为独特的 莫过于精菜中的新工菜 由于出自深宫别院 加之皇室 昔日里高不可攀的地位 使得宫廷菜在百姓眼中 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然而万岁爷平时吃些什么呢 1953年 在苏联被关押了五年代 大清王朝宣统皇帝溥仪 被转移到了位于府顺的 战饭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 在抵达的当天晚上 管理所为他和其他战饭 提供了一顿韭菜馅的包子 作为晚餐 一位姓王的看守员 看到溥仪吃得很香 便问他是否喜欢韭菜 没想到溥仪的回答却是 没吃过 不知道喜不喜欢 早在春秋时期 孔子就曾有过食不食的讲究 可见由那时期 中国的贵族对于饮食的重视 就已经开始 而发展到了帝王的宫墙之内 一个吃尽人间美味的皇帝 不知道韭菜为何物 也就不足为奇了 多个国家 先是从皇室贵族开始 这样就要挖掘培训人员 把那些个民间最好的东西拿来 到了宫廷里头给他升华 这样形成了一个上层的餐饮 也就是说 把全国的那些个非常有特色的餐饮 都要向这个皇室来集中 因为他要享受最好的 最有特色的 在很多人眼中 满汉全喜绝对是个 让人浮想联翩的字样 在张国荣主演的一部电影中 那108道美轮美奂的菜品 和厨师们出神入化的绝迹 让满汉全喜在繁复与奢华中 还有些神奇的味道 据说 这种结合了满汉两种饮食习俗的大型宴席 最初就是起源于宫廷 它有基本的有32道菜 山 山海的山 山八真 又取自于山真海味的八道菜 海味的 八的海八真 秦寿的秦 秦八真 草木的草 草八真 山八真 海八真 秦八真 这个草八真 四个八真呢 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满汉全一个骨架 前面还有若刚刚看菜 就是一上桌以后根本不动筷子 看一看就撤下去 拿眼睛去吃 这也是那时候讲究的皇家 能摆得起这个谱 是吧 要上茶 要到撤凡些菜 还有些配的一些汤菜等等等等 还有诸多的礼仪 这样才形成了这个满汉全息 在民间提起满汉全息 可谓是家喻户晓 虽说很少有人亲自品尝过 但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 早已经传在活灵活现了 然而这种传奇般的宫廷大宴 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吗 应该说它历史上有这相关的记载 但是没有准确的就叫满汉全息这样 比方说当时的光禄寺 它举行的大宴的时候 国宴的时候 它有满席宴和汉席宴 那满席宴它是分六个等级的 汉席分三个等级的 满席就有很多很多波波特别多了 汉席当然这种荤菜就做了也很多 然后这两种不同的宴席 其实在当时来讲没有说 在某个宴上就它俩并行的就一起弄的 康熙五十二年三番平定 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大清帝国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志得意满的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日宴 据记载参加日宴的满汉官吏事数达4240人 据说这场大名鼎鼎的千走宴 就是满汉全席最早的由来 那么满汉全席究竟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 1925年 一家小茶社在北海五龙亭东侧开张了 与一般茶社不同的是 开在昔日皇家园林中的茶社 有着一个奇特的名字 仿善 开设这家茶社的 是以赵仁斋为首的几位原清宫御厨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 争处于东西方两种文化融合而极具变化的时代 穿上洋装的大清朝的遗老遗少们 也纷纷放下架子 走进北京城里形形色色的摩登店铺 开设一家饭庄 提供帝王享受过的菜品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然而1917年 清王室那次短暂的复辟 却使赵仁斋十分担心 经过再三考虑 赵仁斋决定只开设一家茶庄 那就是开访扇这俩字啊 就冒着冒着写写的 敢写御膳谁敢写啊 找你那文人你敢写御膳 写御膳 饭庄你敢写吗 没人敢写 那人就开访扇这名 后来他们就知道 哦 这个访扇 这那方厨子 开饭庄 你有那头脑吗 那皇上还活着呢 开访扇 开访扇 全管都要查社 但是有点 就吃饭一成 清朝皇帝虽然下台了 而宫廷的饮食文化 和御厨们的招牌菜 仍然对广大民众 有很强的吸引力 当时北京著名的报刊 《经报》中报道 扇扇 盖取 仿御膳制法之一 所用袍丁 闻及 清御膳房之旧人 所致小吃 非比寻常 不愧为天除制品 牛温志 他做是 做冷点的 冷点 外头盘 营的卷 这牛温志 温宝田 团窝头的 做烧命的 王玉山 是 炒菜的 抓炒王 说这抓炒嘛 炒的好嘛 自己说了 封抓炒王嘛 也是炒菜的 就买这野东西 在仿扇饭庄的厨房里 我们见到了一道 满足传统的宫廷菜 炒豌豆酱 与想象中不同 这个仿扇 赖以成名的 清宫代表菜 既没有使用 名贵的配料 也没有复杂的 制作工序 甚至连卖相 都只能说是 普普通通 这与民间传说中 龙肝奉随的御膳 相去甚远 清宫的膳房中 真的会有 如此普通的菜品吗 这是肯定有的 这个就是 三里大人都有 就是贤隆他们 他们都吃叫小菜 叫小菜 就是或者叫那个腌菜 然后他有酱菜 各种各样酱菜 什么酱黄瓜 酱茄子 什么各种酱 那个 那个 培兰什么的都有 清太祖诺尔哈赤 建立的后金国 是清皇室的前身 当时处于创业时期的 后进政权 经济短缺 由于素无基础 吃饭成了最大困难 而吃也是战争年代 最高利益 据清代前路年间 清朝政府编撰的 《钦定满洲原流考》中 记载 满人在入关前 饮食多为火锅 炖菜 烧烤 而食材也以东北地区常见的 一些飞禽走兽为主 而将这些肉类配以黄酱 便是满族八旗最为喜爱的食物了 满族的食品呢 因为它是一种 第一它是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一般在文化上啊 是比较 比汉族要厚劲很多 而且呢 属于那种游牧 属于那种草原文化 所以呢 它带有很多北方的 游牧和草原文化的特色 公元1644年 清兵由摄政王多尔滚统帅 南下入山海关 定督北京 旋起统一中原 而随着故宫 这个皇权象征的义嘱 满人的也是习惯 也就越来越多的 被带进了紫禁厂重 清朝早期啊 当然记得一年啊 运到宫里是一万二千斤也 就可见它这个口重啊 大概我想就跟关外的生活有关 我们今天也是 关外的比关内的口重 北方比南方口重 这是跟它长期生活习惯有关系 所以清朝皇帝吃饭口重 它是酱 那个菜是酱菜 黄酱 大酱 它这个菜的颜色 一割黄酱的话颜色就比较重 所以这句话套在清宫隐识 也算一个特点 严重好色 虽然入关初期 清代帝王的饮食仍然以满足方位为主 然而 嘉庆四年 御膳房的一份善单中记载 当时 以贵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 在正月初一这天的正餐 共有二十二道菜 而其中 仅燕窝 就有五品 不但食材上颇为讲究 连烹制方法 都与汉族的卤菜 颇为相似 明朝皇帝的时候 他用了很多 是三栋那地方 有些厨子 清朝皇帝进来之后 他那些服役人员 有些还留在这了 没走 那么就是三栋那些菜 他还是保留了 这些渔民收获的 是出产于山东的一种海肠 这种海肠 有一种自然的鲜味 而这就是当年 御膳房里的御厨们的 秘密武器 卤菜是最早发现 一种海肠品 一个肠子 把那个肠子拿出来 给它晒干了 或者爆干了 碾成面 山东的厨师 到北京来 很多都把这个 纤维剂带来 作为它的一种 提升这个 菜的质量的一个秘密 过去是不公开的 由于山东菜 悬料精细 注重鲜香 强调入味 十分适合 北方人的口味 所以清代的宫廷菜 逐渐就演变成为 卤菜和满菜 共存的形式 而到了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皇帝下旨 除皇帝万寿宴之外 其余宴席 一律改为 带有满菜的汉席 并令玉宴大臣 停进满席阳汁 而改为自带汉席菜品 这就成为了以后 广为人知的满汉全席的雏形 特别是康熙和乾隆 下江南之后 把那些南方的炒的菜 点心就吸收到北方来 甚至把南方的厨师 也带到皇宫里来了 让他们做南方的饭菜 这样他的饭菜里面 既有汉族的特点 也有满洲的特点 已经是满汉的文化融合了 王天下者 石天下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的清朝 在吸取各朝各代 各地各族的饮食精华之后 清宫玉膳 达到了中华数千年 饮食文化的顶峰 前龙年间的扬州画坊录 记载的满汉全席 就是集清宫玉膳之大成者 这些精美绝伦的菜品 和典雅的特制参用器皿 使饮食文化远远超出 饱尝口福之欲的范畴 1924年 在冯玉祥的枪炮逼迫下 末代皇帝溥仪 黯然地离开了 他居住了16年的紫禁城 而随着皇室的倒台 清宫玉膳 也逐渐与玉厨们一起 散落于民间 人们无法预料 象征着清宫玉膳 饮食精华的满汉全席 何时能够复兴 196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在北海游园的人们 不经意地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北海穹岛伊兰堂的大门上 出现了两个熠熠生辉的大字 而提字的人 是从来没有给商号提过字的老舍先生 访善呢 这样的一个饭装啊 需要有名人来提点 来提字 在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建议 请郭老 郭文若 郭老 为访善来提字 但是郭老呢 很谦虚 郭老讲 我 写的字很狂草 不适合写访善这种宫廷风味的菜馆 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来建议啊 请老舍先生出来写 第一 老舍先生是奇人 他写这个很合适 第二 老舍先生也是咱们北京这个古城里边 很著名的一个作家 是个艺术家 他来写就更贴切 于是乎啊 老舍先生就欣然的为访善提起了这块匾 1968年 在动荡的局势下 北海对外关闭 仿善饭庄也从此与世隔绝 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热闹 仿善牌匾上老舍的署名也被人挖掉了 然而 这个小细节却没有瞒过到仿善来就餐的周总理的眼睛 他看见了这个典以后 他就问旁边的这个老服务员 他知道这个字是谁写的吗 也不等回答 他就说 他说还是把老舍先生的名字放上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 仿善已经从茶社改为饭庄 并找回了当初创建时的几位御厨 传授记忆 而此时 中国大地也正迎了一个春潮涌动的新时代 1978年的秋天 一群日本游客来到刚刚重新开放不久的北海公园 向饭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你们仿善啊 名字不是叫仿的是模仿清朝宫廷御膳房的火 那个饮食吗 拿出真东西来 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呢 满汉全席 可在满汉全席啊 说老实话 已经在北京 失传了相当的一二十年甚至更久了 由于满汉全席已经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时间 即使是仿善饭庄也无法拿出一个可靠的满汉全席菜谱出来 而当时已经是仿善知名厨师的董事国 想起了师爷抓草王王玉山提到的膳食档案 在仿善的资料库中 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年工作人员从故宫膳食档案里抄来的皇帝膳单 这是其中一套 咱们可以看到四干果 四蜜茧 四冷点 冷菜 热菜 也采取的是一大带四小的方式 一大就是这个大菜 一品观宴 这个观宴下面呢 还有四个小菜 麻将子豹 蛤蟆鲍鱼 红烧鱼骨 缝隙牡丹 这四个小菜是跟着一品观宴这个大菜一块上 一共有四道大菜 那相当于一共就是二十道菜 还有热点 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套完整的膳单 等于这是一套 对 这是一套 能多少套 不少 应该当时我们所有能找到的膳单全都抄下来了 都抄下来了 对 然而 从故宫找到的膳单 不仅没有一百零八道菜式的满汉全洗单 而且很多菜也仅仅只有一个菜名 配料和制作方法却完全没有记载 比如有一个菜叫文丝豆腐 文化的文思想的词 文丝豆腐 这是什么菜啊 说文化人文丝全勇 文丝全勇 怎么能跟豆腐烧在一起啊 考察来考察去 那我明白了 文丝是一种鸟 叫文丝鸟 海鸿鱼翅 如今已经是宫廷菜制中的招牌菜式 这一海鲜珍品不但美味 而且营养丰富 由于其滋补养颜的功效 慈禧太后对她也是青睐有加 然而就是这样一道 现在已走进各大餐厅的名菜 却是因为1978年那场满汉全席 才得以逃脱了失传的命运 上门查处叫海鸿鱼翅 人问我什么叫海鸿 我哪知什么叫海鸿 我也没打过鱼 我哪知什么叫海鸿 后过我们的师傅海鸿 他说什么叫海鸿 就是这水蟹蟹蟹蟹蟹 是那东西 这是海鸿有道理啊 后来咱们改革开放 进来说有一种海鸿叫海鸿 我见过这跟那牛鸡就似的 跟那鸡嘴似的弄过东西 你说这贝那行人 人家叫贝 像海鸿鱼翅这样的菜品 在善丹之中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而善丹中记载的一个个奇特的菜名 究竟是些什么 这些疑问 恐怕只有生长在紫禁城内的那些人 才能够解答 这儿的老林长跟那普洁啊 来往密切 这让他回忆 你小的时候陪着你哥哥 那是末代皇帝了 你们在宫里吃过什么菜 我们试验着一个一个做 你们一个一个尝 到哪一个进寺了 差不多了 咱就定盘 就定下一个 由于宫廷菜对于选料和烹制的细致要求 即使是掌握了做法的一些菜品 也仍然会使厨师们大费周章 满汉全席的整个复制过程 就是在这种摸索和实践中一步步艰难的前行 有一次我跟普洁先生一起在仿山粉庄用餐 那么席店我曾经问到普洁先生 我说您觉得是今天的宫廷菜好呢 还是您当年在宫廷里用餐的菜更好呢 普洁先生当时毫不犹豫的 马上就告诉我 当然是今天的菜品更好 无论是口味还是烹饪技艺 以及调料 还有保鲜技术等等 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烹饪水平 考古学家的细心 加上科学试验的耐心 满汉全席就这样复活了 一百零八道活生生的宫廷菜 最终重现人间 现在的人不但吃上了过去皇帝才能吃的 美味佳肴 还想来体验一下皇帝的婚宴 寿宴的过程 传统的礼乐 服饰 礼器 丰富了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和记录 他们善于在味蕾上弹琴 咬动口中千种滋味 他们擅长在舌尖上跳舞 舞动舌上万种风情 味道背后 蕴藏着怎样的围石之道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 海参王与风则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